呀 呀 马上就要挣脱了 马上就要挣脱了 哎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阳 新角色勘探员啊 终于是买到手了 听说啊 他是个非常能干扰监管者的救生者 救起人来比空军前锋还要好用 哈哈 新日荒登场 监管者 你就等着颤抖吧你 这次的监管者是杰克 不怕 看到我的吸铁师妹 只要他抓到了人 我就把这个往他身上一扔 再找个有障碍物的地方 让他撞上去 被抓到的人 一下就下来了 哎呀 这一局的最佳救人奖 和最佳干扰奖 废我莫属啊 哎 等一下 杰克好像往我这边来了 哎 不要啊 你就抓别人呢 让我展示一下救人的操作 哎呀 还是过来了 没办法 这次就拿个最佳人皇奖好了 哼 我就知道你想隔墙无人 这招我早就见识过了 不用在一些非常刁钻的地方 你是打不到的 哎 还断了风窗 没事 这下正好可以让你看一下 吸铁师的威力 我丢 我吸 哈哈 晕了吧 让你来追我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块吸铁石呢 再不换目标追啊 等一下还让你撞墙 哟 追上来了 他现在应该有无人 提前把这个板子放掉吧 哟 没想到他从这边打过来了 我还以为他会在我放板子的时候打过来呢 真的是失算了 不过不要紧 边也打开了我的另一个属性 那就是不采血 不会玩属性 先到这里扔一个吸铁石 这边的窗户也解开了 正好可以翻过去 诶 他怎么不跟过来啊 难道又想用隔墙无人打我 哦 进来了 直接翻出去 诶 我刚才放在这里的吸铁石没了 应该在杰克身上 嘿嘿 那我就在这里再吸他一次 哈哈哈哈 杰克没想到吧 在同一个地方撞墙两次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啊 哦 吸铁石冲都好了 先丢一个在这里 他要是敢碰啊 我就再晕他一次 哦 杰克来了 手里面还有污刃 我得小心一点 嘿 他碰到吸铁石了 又可以晕他一次了 哎呦 差点被他的污刃给打到 嘿嘿 没想到他离枪这么近也会被撞晕 这个吸铁石真的好用啊 可惜的是冲动时间太长了 接下来只能凭自己的本事来溜他了 现在机子还剩下三台 我多努力一下 再帮他们拖延一下时间 马上就要挣脱了 马上就要挣脱了 哎呀 就差那么一点点 现在只能等着别人来救我了 啊 空军来救我了 哎呀 他们杰克给落地刀了 空军就算救了我 我们之中还是会有一个被留下来 哎 开枪了 可以直接跑了 我先去找队友治疗一下 等一下再来救空军 传送 杰克不追我了吗 趁现在赶快把空军给摸起来 好了 摸起来了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台机子 马上就能出去了 猫女在这边秀 我和他一起救好了 还剩下一点 我先去大门那里吧 嘿 这个猫女和我想法一样啊 算了 让他过去吧 好了 门可以开了 哦 空军已经在用机型开门了 那我就来搞点设计好了 呀 猫女你不能这样 空军在看着呢 呀 空军你别这样 猫女你可看着呢 哎 猫女看不到 那再来一次 被推盖了 好可怕的空军啊 算了 不和他们玩了 直接出去吧 要像不和那头 不和 本小军 个人 感谢观看